台湾最大的油水 除了台积电之外 还有就是我们的工营事业 这些国营事业 因为这是当年蒋经国 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 就是依据三民主义的逻辑建设 里面的民生主义里面就是 节制私人资本 发扬国家资本的逻辑 所以他建了很多高铁台铁公路 各种方面都是掌握在政府的手上 这个东西在美国来讲 全部都是私营的 除了扫料像公路之外 整体来讲美国人是说 你这个必须要自由化 全世界都没有人像美国这样搞的 但为什么美国可以这样搞 因为美国是可以去抄抵人家 没有人抄抵人聊美国 他升个美国升个习 或者是搞个美国热泉回流 你就挂了 日本当年想要Buy America 就直接把自己买挂了 所以我们要看的就是说 如果台湾有一点油水可以加 除了台积电这件事情之外 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后面那一段 蔡英文都不敢做的那一段 油塘水晶这些所有的公营事业 会不会最终被开放 如果真的被开放 尤其台电这些超大资本的东西 真的就是台湾的最后的家底 就真的被拿出来 都不会新了不开放 就算是台湾的最后的样子